电影娱乐与你解忧 于是小雨给自己泡了杯热茶 然后拍下照片并配上文字 加半夜她送来的温暖 为了填满心理的不平衡 她在所有的社交平台上都发送的这条动态 然而还没多久她就感到无聊 可正当她打算删除动态的时候 同事们已经点赞加评论了 看着大家的祝福 小雨心中有些飘飘然的感觉 可为了营造自己有男朋友的假象 小雨编造了很多虚假的朋友圈 她假装男朋友给自己做点心 就连吃饭的时候都要点点认分 久而久之 大家都想看看小雨的男朋友长什么样 小雨一开始还能谎称男朋友不喜欢拍照 但时间长了 就有人质疑小雨到底有没有男朋友 面对大家的长相和质疑 小雨也着急了 看到小雨有些生气了 同事就故意急小雨把男朋友约出来 让大家看看 正在系统上的小雨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因为怕小雨反悔 同事们还和她拍了张照片 并用在微博和朋友圈上都发布了动态 约小雨的男朋友 明天早上九点游乐远见 独气一时爽 可事后小雨才知道什么叫后悔 第二天 小雨带着跟大家坦白一切的决心 来到了游乐场 看到她是一个人来的 同事们都立马露出了嘲讽的表情 他们早就觉得小雨是在撒谎了 羞愧难当的小雨正打算承认 一双大手却握住了她 小雨回头一看是一个帅气阳光的男孩 男孩一来就站到小雨身旁 还跟小雨的同事们解释 自己因为堵车所以来晚了 话里话外都在表明自己是小雨的男朋友 小雨紧张的说不出话 男孩却拿着她的手走进了游乐园 把目瞪口呆的同事们泡在了身后 一直到没人的时候 小雨才敢问男孩是谁 可男孩却声称自己就是小雨的男朋友 他还给小雨泡过茶做过点心 这些事都和小雨捏造的一切吻合 但小雨还是感到怀疑 夜晚男孩送小雨回了家 还问他要的电话号码 并说明天会约他一起出去玩 虽然这一切都让人觉得不可置信 但小雨也很享受和男孩在一起的时光 了解之后 他知道的男孩的名字叫阿明 他们的关系越来越近 开始一起逛街吃饭 一起做只有情侣才会去做的事情 小雨终于尝到了恋爱的甜蜜滋味 奇怪的是阿明却很讨厌拍照 虽然他说是自己不上相 但小雨心里还是很疑惑 阿明的出现对于他来说就如同一场梦 让他觉得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 烦心的小雨来到阳台透透气 恰巧遇到了同事娟子 面对娟子的询问 他说出了自己的顾虑 还说出了真相 他从一开始的骗人 到后来竟然真的有了一个男朋友 谁知娟子在听完他的叙述之后 却说了一句更可怕的话 他说他早就知道了 他告诉小雨 其实他们从来都没有看到过小雨的男朋友 就连那次游乐场见面 他们也只是不忍心告诉小雨真相 所以陪他演的一场戏而已 只是他们没有想到 小雨会越陷越深 变成今天这副沉迷风魔的样子 可虽然一开始是假的 现在的小雨却能感受到阿明的存在 但卷子却说 那是因为他的幻想越来越严重了 悲伤的小雨回到家里 他不敢相信这一切是假的 也不愿沉溺在梦中 看着床上的阿明 他意识到只有阿明消失 他才能从梦中醒来 邪恶的种子一点点在心中萌芽 最后风魔的小雨 从厨房里拿出了一把水果刀 画面一转 小雨成了杀人犯 被关在了监狱里 然后警察递给了小雨一本书 是阿明的日记 一切真相也就此揭开 在很久以前 阿明在咖啡馆里注意到了小雨 一次次的相遇 让他记住了小雨 可渐渐的 他却发现了小雨的不对劲 小雨不仅会一个人点两个人的饭 还忽然一会儿笑 一会儿哭 阿明想知道他在优求什么 于是他趁坐在小雨身后时 看到了他的微博 关注了他的动态 也终于知道了 原来小雨一直在假装自己有男朋友 后来他看到了小雨 约男朋友去游乐场的微博 他害怕小雨被同事们戳穿 便鼓起勇气来到游乐场 冒充他的男朋友 一开始的他只是想帮小雨解围 没想到后来的他渐渐被小雨吸引 于是成为了小雨真正的男朋友 而娟子当然说只不过是嫉妒小雨 因为小雨最近升了职 而且又交往了一个如此帅气的男友 所以娟子就和同事们串通一起 顺着小雨当时说的话 捏造小雨有妄想症 娟子的目的就是想借此 骗小雨离开自己的男朋友 没想到小雨却走了极端 然而这一切都已经发生了 小雨那个不存在的男朋友 真的彻底消失了 故事到这也就结束了 所以说交友需谨慎哦 千万不要交到这种损友 电影鱼呢 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